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糯米粘火烧 不发面,不醒面,软糯香甜,一起来做吧 先来准备50克花生,放入电饼铛或平底锅内炒熟 炒熟以后盛出放凉 再来准备15克黑芝麻同样炒熟 放凉备用 放凉后的花生搓去外皮 放入佐料机中,再加入黑芝麻一同搅碎 搅好后倒入碗中 加入50克红糖,少许干面粉搅拌均匀 再加入20克食用油 搅成这样比较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盆里加入200克糯米粉 100克面粉搅拌均匀 加入200-210毫升刚离火的开水搅成絮状 不烫手的时候,先下手抓捏成团 再揉光滑 收好后,直接移到揉面垫上 整理成长条 分成等份的12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,先把它钻成团 再搓光滑 用拇指在中间按一个握 放入半勺馅料 少放一点馅,这样吃起来软糯不发硬,甜而不腻 用虎口收拢季口 最后把它搓圆搓光滑 用掌心按压成小饼就可以了 厚度大约1厘米 店名称预热刷一层油 油温微热放入小饼 表面淋油,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一面金黄,翻烙另一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,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,按压非常柔软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糯米粘火勺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外皮特别柔软 吃起来软糯筋到不粘牙 里面是花生芝麻红糖馅,真彩食料,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,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